随着台版万里长城景点越来越火红 沙漏区台湾大道六段726号巷口 进出的大小车辆也越来越多 却因为刚好有电线杆紧临出入口 影响打车通行 也造成行车上的安全疑虑 这天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也特别会堪 希望能够把电线杆移位 改善地方困扰已久的问题 这个地方打算往这边移15米 台电人员简报 预计将原本的电线杆往前移15米 改善行车出入 这处位于沙漏区台湾大道六段 726号巷口的电线杆 因为紧临景点的要到出入口 连带影响到大客车出入 造成行车安全上的疑虑 包括在地的里长 还有我们很多的乡亲 都跟我反应 也跟陈伯伟立委的服务处来反应 这个地方因为台电的这个电线杆 刚好位于在这个路的这个 会挡到这个路 那因为这里面涉及高低压电线的这些问题 要迁移不容易 所以也拖了很久的时间 民众也都做了反应 但是迟迟没有办法解决 台电表示将电线杆往北迁移15公尺 同时会影响到电路问题 预计一并将高低压架空线路 以及地下电压线路拆除 原本高低压架空线路 将改由台湾大道六段700项电杆 以地下供电接回726项内的电杆 那一开始呢 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 想说我们电路条到35公尺 不要影响出力口 这样简单的工作 结果发言说因为 这个在这里 电路条有分相执路 高压到低压分开阶 所以要整个系统性的政客 差不多经过整个设计 和定案到这样时 确定可以做的时候 我们才来办这道的毁扦 这个电感的迁移 我们是系统做一个调整 然后电感可以顺利的把它迁移 然后预计是 差不多9月底 我们把它完成 电线杆迁移改善工程 近期就会开始失作 预计9月分前就能够完工 让地方有个更安全的 通行道路使用 记者烂威台中采访报导